Hello 各位早晨 現在我有Amazon Prime 我真是開眼界 他真是一個爛片大集會 他也有很多好看的戲 他什麼戲都有 但他爛片的collection 我覺得真是很刺激 真是好笑 他存在這麼多爛片 放在同一個地方給會員看 我覺得真是好笑 因為Netflix 也有很多爛片 我有時候也會說Netflix 但其實那些爛片 你都完全感覺到他是故意的 那些爛片是一些出名的爛片 爛得像M.Night Shyamalan 那些 你會覺得 我聽說的電影很難 Lady in the water 你會讓我開來見識一下 你是會從一個獵奇的角度 開來看 他是爛片 但他也是一齣出名的爛片 但Amazon那些 有很多是爛片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名字 但你看到卡士 是有些很出名的演員去做的 所以我現在有機會 在Amazon那裏看很多 當年的大明星做的一些電影 但其實是爛片 而我真的聽都沒有聽過 這支是其中一支 Hick 這支已經是十幾年前 這支電影 主角有Chloe Grace Moraes Eddie Redming 金像影帝 賈霍金 有Blake Lively 即是他們三個 即是他們隨便一個 有一支電影是做主角 我也會有興趣看 那我就覺得 有一支電影是他們三個做主角 因為我完全沒有看過 即是沒有聽過 所以這支電影 由於這個原因 我找來看 這支電影的最主要的女主角 其實是Chloe Grace Moraes 這支電影是說 有一個 即是父母不是很理會她的少女 即是未成年少女 有一天 她又是父母吵架 然後她離家出走 她決定去找自己的生活 她的目的地是去拉斯維加斯 所以她又沒有錢 所以她是沿途 截一些順風車 叫陌生人載她 嘗試去她 想要去到那個目的地 在她的旅程中 她就遇上Eddie Redming 遇上Blake Lively 即是知道這些人的 人生性格 然後她們之間有一些對話 有一些經歷 然後在出戲比較後段的時候 有一個和犯罪有關的plotline 突然走出來 是這樣的電影 這些公路電影 或者是coming of age 或者是coming of age 加公路電影 這類的電影 它有很多方向可以拍攝 例如有些是笑片 有些是溫情的感覺 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感覺 沉悶的感覺 沒有感覺 麻痺 麻痺 所以她 她不是笑片 首先 不是comedy 這部電影 沒有什麼好笑的 這部電影 沒有romance 所以不是romance comedy 這部電影 也不是溫情 例子 全部都不是 如果是勉強說 是 可能是罪案 但是 你會覺得是一個很次要 大 你差不多是看了90% 你都感覺不到原來是這樣的電影 好像突然出現的一個主題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部電影差不多是沒有主題 我和這部電影中的未成年少女 是一樣的迷失 我看這部電影 可能她的方向比我更清晰 至少她大概知道她想去拉斯維加斯 我完全不知道這部電影想去哪裡 這部電影我看的時候 我是很失望的 因為那些演員我喜歡看 但是問題是 在這部電影他們演的角色 竟然可以做到沒有一個我喜歡看的 這部電影裡面 所有角色 都是相當不可惡 都不是一些我想看的角色 包括那個女主角 所以無論有什麼發生在她身上 我都沒有在任何一點 我對她特別覺得同情 是很難看得投入 是沒有辦法看得投入 首先當然是主觀地 因為我是男生 然後她的故事是一個女生的 coming of age 電影 但其實這類電影 有其他電影我都喜歡 但這部電影我沒有辦法看得投入 因為我沒有辦法關心這些角色 真的很浪費 因為這些演員都是好演員 甚至乎 配角的 Alec Baldwin 他也是好演員 所以你可以說這部電影 其實是很強勁 其實那些人是很好看的 可惜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們演的角色 除了Alec Baldwin 但她是一個很次要的角色 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 不能看的 差不多是浪費時間 到最後的時候 是有一些事情發生的 但她是很後來才出來 在那件事 出現之前 接近一個半小時 可能一小時三個字 我沒有看手錶 但是過了很久 都是一些 沒有什麼點的對白 原因是她說 這些角色 去那裡 遇上一些 同樣很boring的人 有些很boring的對話 我覺得是很難看的 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完全覺得她是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我給她的評分是 D 我覺得是download也免 她非但浪費我時間 她還浪費我bandwidth